竹山正竹编老师刘新泽 拥有40年的竹编记忆与经验 纯手工可以修批0.01公分如丝的竹面 作品渐渐巧夺天工 而且饶富故事性与生活内涵 不但令人惊艳 而且屡获国家大奖的肯定 仔细地将竹子上的皮层剖除 再用锯纸去尘主要的长度 并将竹子剖成两半 利用皮纸测然宽度后 再细细地剖除等区的竹面 利用机器将竹面剖拌 准备作为竹编的材料 在这间不算大的工作室内 刘新泽老师以他的脚手 编织出一件件 其副独特风格的竹编作品 刘新泽老师从事竹艺30多年 1999年 拜师国宝级竹编大师黄图山 是大师的迪传山地址之一 因而练就一身扎实的竹艺功夫 纯手工就可以修批0.01公分如丝的竹面 他的作品琳琅满目 其中包括花冠 风之彩 黄冠等巨无霸創作 都成获奖 有幸的老师表示 刚开始学习竹编时 要从刮青 以及剖竹开始学习 然后再以二分法 将竹子剖半 竹编的基本编法 包括压一 压二 压三等等 做竹编就是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就是说 要从刮米开始 刮米就是 从刮青 烤青 烤青之后 开始刮 刮的时候 分做奥分法 就是说 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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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刮 刮油 再来就是 刮米 中规定 如果说我们素粮的 辣椒比较熟 当然就可以 机器代替一下 就是用 机器 帮忙搓破 就是 让它 搓破起来 再来 主编的入门 就是 基本编 基本编 一边有很多种 一般就是 压一压压压压压三 还有就是 六角孔 三角孔 风车花 一些 插花 什么什么 大余就是 很多种 就是差不多 一般一边 就是都 差不多是 有 这些 变化 而对于他的作品 《风之彩》 他则表示 作品的意义 以太阳升起 裙风开始 缂密工作 搭配有许多花朵 呈现出日出而作 日落而起的意象 这张作品是风之彩 风就是丰富的风 它的声音就是秘风的风 因为作品的意义就是 我就是把作品整体就是 以这个中间为太阳 太阳就是升起 或是太阳下山的意义 做这个变化 感觉有一点余光 就是有一点余光 第二个就是这个 每一片代表月亮 可以看到这个蜂巢 蜂巢代表蜜蜂的意义 蜜蜂 蜜蜂 蜜蜂就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起 日出的时候 它就是需要采蜜 采蜜就需要有花 花的话 就是有 这边就是有编一些花 让它采蜜 它采蜜完以后 回来当然要有蜂巢 蜂巢的意义就是 给它储存蜂蜜 对于未来创作的方向 刘老师希望作品能够更加精致化 在创作方面则导向时尚 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作品表象 自己的想法就是说 在作品方面 除了就是说 要把它精细化以外 过来就是说 创作方面也是 很重要的元素 作品就是尽量以 现在目前就是 想要把它做得比较 时尚一点 或是感觉比较干净利略一点 所以现在 在 后来这一两年 有在做一些比较 设计或是 比较 看起来比较简单 比较舒服的作品 这样子 当然也是 一定要有 做 创作 创作的东西 所以都是 要一直不断地多看 多学这样子 刘老师表示 正是拜师黄图山大师之后 从早年的筑器 转换方向成主意 把道地传统筑农具 用具融入当下生活 传承中不忘创新 在古典中融入现代的实用性 让筑制品提顺艺术价值 不仅具有实用性 也具备着有艺术的观赏性 变成统筑